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特教肆新聞,我是主播周瑞和 今年決定的時候是大陸市區來的許多新鮮人 當然,這次教育學系也不例外啦 今天這教肆呢,有一些學會主辦的各區移心、部分區移心以及移心思維活動 讓學生們玩得不一樂圈 那接下來讓我們新聞一一介紹各區移心的狀況 我們有畫面交給特派記者周瑞和 好,我們現在來訪問就是南區移心的總酬 登登登 嗯,嗨 我聽到小道蕭雲說,就是當天早上還有住民派 然後被學弟妹看到,對這次有沒有什麼感想的 這個也是小兵器 因為他有點早,一點點早了一點點 對,然後應該是說我們夏天應該要先躲在一個隱密的地方 躲在廁所裡面之類的 對 好,那就是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就是有來參加學弟妹說 就是希望他們透過南營就可以先熟悉大家 然後希望他們在台北可以有像家的感覺 嗯 就是南區移心的目的就是應該是說 先讓南部人先熟悉彼此 然後先熟悉彼此之後到台北之後才不會覺得很陌生 所以就是我們一開始的目的 然後我希望他們就是以後再辦南區移心的時候 可以就是多加一些遊戲 就是可以去外面玩 就不一定只是一個小兵器 就是一個小兵器 好,那我們就謝謝囉 我是特派記者是瑞和 我們現在來訪問有參加南區移心的同學 你好,就是我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參加完南區移心之後 你對整個活動有什麼感想 瑞和你好,還有那個 電視機前面的大家 你們好啊 參加完南區移心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經驗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完全沒有來過師大 我對師大是完全陌生的 所以說 我也是會有徬徨、會有迷惘 我想說那師大到底是在幹什麼 我完全不了解 我就要來這裡上課了 然後結果我特教系非常的貼心 他竟然辦了南區移心 辦了南區移心之後 我就在裡面遇到我的Future Student 就是我的未來的那個同學 然後還有未來的那個學長姐 然後就非常開心 然後就先跟他們做一點認識 那如果就是明年還要去辦這個南區移心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 還是你有什麼覺得需要可以很棒的 然後可以延續下去的嗎 我覺得一點非常棒就是我們的遊戲 就是像認識彼此的遊戲 因為我們會透過名字的記憶啊等等之類的 這方面的遊戲然後會更加的了解彼此 從原本的陌生的同學 然後更加的熟悉會拉近 好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來訪問的是北區移心的總酬 金亞欣跟王德維 嗨 大家好 我是鄭亞欣 我是王德維 那就是有沒有哪一活動啊 或是哪一塊就是你們最喜歡的 然後就有點像 穿紙服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主題是就是大二穿紙服 然後呢就會讓他們有一種 就是他們是來上大學 可是我們就想說 欸讓他們看看就是高中的紙服有點會 讓他們唯一這樣 因為那時候就是學習過 然後就是我們臉唱變不唱 然後覺得很煩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剛上大衣 因為覺得就大學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然後很興奮 然後沒想到進來之後 就一服大家都穿 這樣子 對啊 就是那時候就有想像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年比較創建 是因為往年的可能 就是自我介紹的部分 都會是讓大家站起來一個一個介紹 那我們今年是會有設計活動 然後來讓他們透過活動遊戲的時候 來認識彼此 然後這次就感覺比較熱度 就是大家認識彼此 就是比較熟悉這樣子 對 那整個活動這樣結束了啊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百六兒的學弟 學妹說什麼 嗯 就是 希望我們的銀青 對他們 就是 意氣成的認識 對 然後 然後我想說那個賈大衣也可以爆料 就是一開始我們講 那一本是選彭環宣啊 就是他是中序雲 然後後來好像他照片有被曝光 對 而且因為中序雲是比我們早 對 所以他所有就被看到了 他都被曝光 然後我們就得趕快找那個 臨時找廖維 對 然後廖維就要把他照片所有都封起來 對 就是我們等一下 就叫他把那個什麼 就是所有的照片就是 標註他全部都隱藏這樣 對 對 所以他位子犧牲了很多 就是 因為他超愛PO文 對 然後他內政都不能PO文 對 就是辛苦他 然後對百六學弟就是 很欣賞你們就是 就是趕快去大學來參加 然後就是活動很熱烈 然後我對很出品的君母中非常有印象 所以他真的是讓我們shocked到 對 然後而且一堆人都猜你是假大衣 對 就是表現太久不見了 對 然後假大衣也非常成功 因為都沒有被猜到 所以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謝謝百六學弟妹 然後來這麼熱情的參加 我也謝謝105的勾勒 你們都很棒 好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來訪問的是 呃 中訓一線的總酬 八樓 給大家說嗨 嗨 現在就是你們整個活動籌備完之後 然後也辦完之後 你們有什麼感想 嗯 非常感謝就是所有的工人 因為其實中區在大二其實沒有很多人 然後因為有學長姐 然後還有就是大二的 然後大家一起 甚至也北區的學長姐 有些人都下去 南區的也有 就是其實很感見學長姐 就是很支持這個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大二的定台學長 也一起來共襄神主 對 那有沒有想對就是這樣一起幫忙的工人們說成話呢 然後就是非常謝謝就是各位工人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雖然自己的規劃還是很願意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帶給學弟妹就是我們心中想要表達的那種感動 嗯 那就是很多學弟妹也都是撥空來參加 那有沒有想對他們說一些話呢 嗯 嗯 因為其實中區銀星 它並不是只有台中人才會來 它還有一些南投 甚至有嘉義的學弟妹也有跑過來 然後就是很謝謝他們特地撥空來參加中區銀星 然後當天雖然有下雨 可是他們還是很投入在這個整個銀星黨 我是非常謝謝他們的出席來參加 而且還有屬於中區銀星的小信封 就是我們想告訴他們什麼話 然後都寫在上面 就是希望他們進來特教系 然後呢在自己的家上可以互相認識 對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們謝謝中區銀星的總蟲 講鏡頭 就要有朋友的主播 還是我自己 呵呵 謝謝天白記者周瑞恆的報導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在介紹完各區銀星之後呢 四三各地的新生們 要如何情聚一堂認識彼此呢 這一點 那就不用擔心啦 非常貼心的特教系系學會 為各位準備了 部分區大迎親 在開學的前一周 在國外有情聚一堂 認識彼此 透過活動呢 更了解系學會的運作 以及 系隊的介紹 最後呢 還有他們 未來要相處四年的王小安老師 來個鄉建寬 那 當天的晚上呢 也要可以停下 系學會的任務 當然 要在這一年呢 為系學會 運作的大拼 最後呢 就一大合照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我們現在又有 特派自己的周瑞恆 為我們做 實況轉過 好 我們現在要訪問 就是 部分區銀星的總蟲 鄭翔鴻 那 跟大家說一個哈囉 嗨 大家好 好呢 就是想問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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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部分去銀星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的嗎 困難喔 就是 大家都分散在各地啊 然後 就很難籌備 對 然後 你知道 像你都住在高雄 對 反正大家住在各地 然後 就是最大的困難 那最後也解決這個問題嗎 其實好像沒有 不過就是 開學後大家就趕快 趕快約約 然後趕快 積極的籌備 然後當天就有呈現 最完美的一面 跟大家講 那就是 就是整個活動 就是結束之後啊 有沒有什麼 就是感想之類的啊 感想 我覺得部分區銀星其實很棒耶 就是 大家都變得更熟 而且 當天的氣氛其實是很熱鬧的 然後 學弟妹的回饋也都很不錯 反應都很棒 然後他們也對太套戲有很多的認識 嗯 那就是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就是 有來參加的 那個 百六的學弟妹說嗎 要看鏡頭嗎 嗯 可以啊 好就是 呃 相信因為心聲音的關係 所以學弟妹 所有大家都有來嘛 然後 也是大家參與 太套戲算第一個 一起參加的大活動 那也有 就是 把你們的感情 就稍微變緊密一點吧 然後有認識這樣 瘋狂的 23屆幹部們 希望你們對太套戲都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 嗯 那最後有沒有想要對 就是 整個 就是 籌備的工人 就是 怎麼說幾句話呢 就是 真的 23 23 我都看到你們的實力的展現 因為 其實你們 前一天 總宴都還 就是你知道 2266 沒有到很那個 很籌備的很齊全 然後隔天 你們竟然就給了 大家這麼好的表現 真的是太棒了 讓我感受到那個反差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上台的功力 實在是一級棒 所以我接下來的活動 就非常放心的交給你們 你們真是太棒了 對 好 謝謝你 好 耶 我是特派記者 周衛和 我們現在來訪問 有參加部分區迎新的同學 曾傑 謝謝同學 請問一下 你參加這次的部分區迎新的 有什麼感想嗎 我覺得部分區迎新 可以讓我很明顯的感受到 特教系 學長姐對於學弟妹之間的溫暖 以及學長姐帶領我們學弟妹 就是踏入特教系所能了解到的一些知識 是一個非常棒的活動 那這個 就是這個活動啊 你參加完 你有沒有覺得對你產生什麼意義呢 就是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就是說我們特教系 第一點是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我們的戲管 然後第二點是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跟我們的直主 學長姐跟混熟 那也可以跟我們同學之間 進行一些小活動之間 讓我們的默契跟友誼 能夠更加提升 好 謝謝 謝謝最怕記者 昨日聯合的報導 在部分區迎新之後呢 接著是由 特教系學會 這副會長所舉辦的 特教系迎新素衣 在這三天兩天的素衣當中呢 是在 烏來生態的長所舉辦的 這其中也包含非常多 有很多總統的活動啊 像是讓大學生們 又愛又恨的夜駕活動 以及 仿佛身體其境的RPG活動 還有 其門嗨到最高點的 晚會活動 最後呢 是由 特教系 獨一無樂的障礙體驗 大家還沒有想到 客的 新生們 有對障礙祝福的認識 接下來由特派記者 周恩和我們各位 做進步的報導 好 好 現在來訪問就是 銀音素贏的總酬 正翔宏 嗨 大家好 好 正翔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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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三天的整個活動 就是完全延遲到 然後 甚至就是 我們遊覽車 都已經三台 已經在上面 stand by 好了 結果我們都還沒結束 然後就完了 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只得趕快 先叫其他沒事的工人 把那個道具全部辦上去 這樣子才能讓司機伯伯 稍微感覺到 我們在坐視這樣子 就讓他們不要再繼續 對我們有壓力這樣 那就是你就是 正翔宏 這麼多活動啊 你會覺得哪一個緩解 或是哪一個活動 是客人最喜歡的嗎 哦 最喜歡的 那應該是 我覺得今天的夜教還蠻不錯 因為今天的夜教 可能就比較不走 那個嚇人的風格 對 可是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啊 大家經過那些 線索在那邊推理 然後一起小組討論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不錯的經驗 對 就也沒有一定要 把誰嚇死那一類 就是現在就是 一金樹也 就是傍晚也告了一段落 那有沒有對就是 今年 接下來的活動啊 有什麼要推廣的地方 還是希望同學 可以參加的地方 可以參加的地方 就是 引起蘇宇就是 對啊 已經結束了 然後 相信 帶給你們滿滿的回憶和收穫 那接下來的活動就是 交給百六的你們啦 然後 接下來的每個活動 也會讓你很充實 然後培養的能力 然後跟大家感情也變好 這樣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宣傳我們特調系的精神 然後就是團結 就是有愛心這樣子 對 那 就看到你現在穿會符 也讓我聯想到就是 我覺得我們要來喊一下 我們今年的口號 耶 那我們一起喊吧 1 2 3 水拉23 耶 耶 謝謝這班子 周圍會的報導 在這個 分區已經的活動結束之後呢 特調系學會 接下來也準備了許多的活動 希望同學們可以多多參加 11月21號 將舉辦的 全校信創立大大競賽 十大特調系的代表隊 最近已經 如不如讀的練習囉 希望各位 經過他們的時候 可以幫他們一些教練表氣 還有 10月2號 將會期一週的特效之後呢 這時攤位上 將會與基金會 合辦 就是商品依賣的部分 以及將會有 四大特效系 學生手工製作的卡片 還有 一年一度不容錯過的 體肢放自量機 希望到時候 可以多多光顧我們的攤位 還有 12月2的字號 平常一夜 有特效系 異科系 聯合舉辦的特定好聲音 希望近時 兩人的信中 能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還有 還有就是 特效系的 志工製所舉辦的 集合十二 屆時將領同心服務隊 聯合辦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參加喔 還有 全數股所舉辦的特效影展 為期四天 將於十大校園內 以影片的方式 告訴十大的同學 障礙類別 以及 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去面對他們 那 最後 以上呢 是 特效系本 上學期 所舉辦的大型活動 我是主播周慧和 希望你這學期 你們過得很好 謝謝大家 我們請問再見